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1月15号 礼拜六的台式新闻 全球现场 我是侯奈荣 一开始带您来关心到高雄一对夫妻党 假网拍真诈骗 他们专门在社群网站 还有拍卖网上申请了不同账号 匡售演唱会的门票 还有住宿券 连天团五月天的演唱会也遭到利用 至少诈骗百人 离谱的是这对夫妻党都是炸其通气犯 逃亡躲在旅馆 连警方查获他们的当下都还在骗 就是他早被警方盯上到夜市觅食 行踪曝光遭上铐 通妻逃亡躲在旅馆 连同共犯也是他的妻子一并落网 夫妻联手锁定歌迷进行诈骗 超航天团五月天演唱会门票难求 夫妻党联手 匡骗找到其他天的摇滚区 所以要让出 一旦被害人上钩 贵款立刻搞失联 两个人锁定社群网站排卖网 申请不同的账告 以买空卖空的手法 假卖演唱会门票 甚至住宿券 诈骗之被害人数超过一百人 不法获利新台币五十万人 查获当下赫兰发现该夫妻党豪 能再持续进行诈骗行为 两个人都因为诈欺遭痛气 逃亡期间还在骗 涉嫌用其他人的名义躲在旅馆 每隔几天就换肩 狡猾躲茶器 但这回真的灾了 过年前尽劳力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